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受完生回家家常奶奶的感动 因为她背后这套和服是她送我的 她很疼我 然后我在四月去拜访她的时候 她说有一天她走了的话 她要把所有的和服留给我 我很感动 我觉得她88岁了都还担心说 到底还有没有人喜欢和服 那她很喜欢我是因为 她觉得一个外国女孩子 竟然比日本女孩子更懂和服 自己会穿着会打扮 又收集那么多 所以她在这方面 她很支持我办这个展 太精彩了 收藏到这么的精彩 因为Amy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那这次我纯粹是帮她的忙 我看到她每次穿的和服 就是说 不是像一般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一般照片上看到的 她是全部全套的 全套的穿着 因为以前我做过日本的生意 我知道 那她的每一套的绣工 非常的精彩 她这一次是把她一百多套呢 都带到现场 她会不定期的拿出来展览 她不光是和服 她的所有的配件 更是精彩 鞋子 袜子 腰带 扇子 通通都有 是非常难得 一件也是我们台湾 第一次办这样的展览 如果有时间的人 你来看一次一定不够 过几天再来 她会有不同的展出 我觉得你把它当做一个 一幅画 像我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和服都展现出来 因为和服最先 它其实工序非常的多 从一开始 它的和服的美术老师 设计一间和服 它所有的 你看每一个 每一件 它的花样都不一样的 从它的 这个 然后很多工序的话 我是觉得你把它当个一个工艺品来欣赏 很精美的工艺品 那是很棒的 尤其是它的腰带 等一下我也可以请大家看一下 它的腰带的一个支把